你有没有看过《失恋33天》? 有听说过 没看过啊 等一下我们回去网上看 明知啊 回去网上看嘛 那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的片子 现在有一部新的电影 听说也是这种类型的 叫做《被偷走的那五年》 29号就要上映了 我们做一个宣传 这个演员也很不错 有《白百合》 最近很火 还有这个范围棋 歌唱的好人也没 他们的主演 说到范围棋 我跟你讲这件事超好笑 就我之前在台湾啊 在台湾坐计程车 台湾叫计程车 这边叫 叫什么 出租车 差的 出租车啦 对对对 你跟他同坐一辆车 不是不是不是 比这个还好笑 然后坐计程车就是在广播嘛 就是收听广播 然后就听到范围棋自我介绍 你知道范围棋怎么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围棋 因为他叫范范 然后司机就听到他自我介绍 他就说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围棋 然后你知道司机说什么吗 他说 哦 讲话这样结巴还可以当艺人啊 哈哈哈哈 真的是有这样的事情吗 哎呦 只能说 这个司机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那关键这个电影里面 到底这次讲的是一个什么好笑的事情呢 我也不知道 好我们先来看看下面这条片子 不知道因为我觉得他特别像 一个小朋友 我看了他 因为我在想摸一摸他 你继续拿着 你觉得这个被终者那五年啊 我听导演说 你演得非常好 很出彩 他没有试过跟那么好的 他合作 那他觉得你可以拿影后 你自己觉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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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觉得 嗯 我觉得因为我拿过一个奖 然后拿完了以后呢 其实对我来说就很兴奋 很开心 很激动的 那个时候 对 就第一个晚上 嗯 第二天我醒来以后 我就开始想 这奖给你了 就是对你在提要求 所以当 对 这是你第一次拿了有压力 第二天没压力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吧 是一样的 哈哈哈哈 啊 就是很重要 最长 有Kiss的镜头 啊 我剪的时候 我觉得真真是 超好 对吗 哦 是你剪了我们的片子 你好有 哦 哦 对对对 有时候我会 兼顾那个剪片 哈哈哈哈 OK 啊 还有呢 看来不管怎样 差异巨大 两个女人在一起 都能冲击一台戏了 那要是再加上 一个范围棋 三个女人拍一场戏呢 戏外的戏 恐怕比戏力还热闹